近日,第一期海外华裔青少年寻跟中华行走天赋研学活动在四川成都开营,来自12个国家的近200名华裔青少年在11天的行程中,走进了成都、德阳、自宫等地,近距离沉浸式体验了流传已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。 在被誉为中国年化之乡的德阳市棉竹市年化村,华裔青少年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体验了木板年化塌映和年化绘制。 来自美国的华裔青少年雅娟直言自己的年化初体验坎坷但有趣。 对他来说,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总是充满着极大的吸引力。 我觉得我回家时候可以就是图画,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很多次我看到这些这样的图画,就是在很多不同的博物馆。 我来到中国可能就是能学到更多中文文化,而且因为我能自己体验,这样对我有很多影响,一定会自己来。 因为我这里没有家人,但是我觉得就是这里的文化就压了。 在德阳市高淮村,华裔青少年纷纷被民间传统染色工艺扎染所折服。 在老师的带领下,华裔青少年们亲手体会了夹鞋记忆,在白色的衣服上染上独属自己的花纹图案。 在日本华裔青少年唐英奇看来,中国文化有着最独特的美,他十分期待通过此次研学之旅,加深自己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和认识。 我觉得那个云染那个特别就是漂亮,我想染一下,做困难不困难的话还行,就是绳子要很多,一袋就T恤都要扎起来一块嘛,所以又要费很多剂。 我想向人得到更多的中国文化,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了解。 我特别喜欢历史,我想那个长大当个考古学家嘛,所以我想了解意识。 给日本的东西还不太一样,有中国独特的,哪个国家都没有的美,所以我很喜欢。 在彩灯之乡自贡,华裔青少年们在中国彩灯博物馆体验了传统彩灯制作,还在有着距近189年历史的深海景古法之言遗址实地观摩了古法之言流程,体验了独具风采的特色盐雕。 首次到访四川的法国华裔青少年彭爱施,将自己形成图中的所见所感都留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中。 本就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的彭爱施,更是对能亲手体验中国传统记忆兴奋不已。 他也希望能借此机会交到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华裔朋友。 今年是60周年嘛,所以已经很久了,很多中国的东西,还有很多中法友谊的活动,比如中国年元宵节的时候,各种节日。 法国毕竟中国人有限嘛,所以有一些东西就不可能是完全复刻。 我们可能有登笼,但是我们的登笼是用胡纸做的,而不是像中国用布啊,或者各种各样的才艺啊。 我们也没有碰到传人给我们讲解。 这次赢之后,我蛮期待交到新的朋友,然后要到各种联系方式以后,知道一下别的国家的怀疑是怎么活的。 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,我还是会来的,因为这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。 此外,华裔青少年还走访了三星堆博物馆,建门关,浪中古城等地,了解古蜀文明起源,大蜀非遗迹一等。 余下的行程中,他们还将实地探访乐山大佛,峨眉山大佛禅院,都江燕熊猫谷等地,进一步加深对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成就的了解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